各位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分享借手银论坛的一篇文章《王解一念的秘密》 知非案,本文虽然引诱了大量与佛法有关的资料,但最后的结论,无论有无佛法信仰,都可以加以借佑来对之一念。 古灯曾云,人最难借着莫过于邪淫,当机之事银风盛行,事风日下,古人之纯朴民风不在,社会中诱发邪疑的外缘处处皆是,对每个人的心灵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,而染云现前又不易把握自己和容易犯下邪淫。 由于邪淫造成我们婚姻不幸,命运坎坷,对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产生极大负面影响,所以借邪淫关系到每个人的幸福与安堪,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生命课题。 本文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,禅与禅宗的角度,来和大家共同探导如何有效的借除邪淫。 何谓邪淫,借邪淫之前,先搞清楚什么是邪淫,何谓邪淫,邪淫包括生淫、语淫、义淫三类。 一,生淫,包括自淫与淫他二种,自宜及守淫自俗,淫他婚妄之外的与异性的两性关系, 例如未婚同居,未婚戏行为,婚外恋,包二奶,宜艳勤,同性恋等等,夫妻及周公之礼不算邪淫, 可是即便是合法夫妻若非识非处非知邪淫,也思日犯戒邪淫。 二,语淫,谈论淫碎内容的话题,黄色笑话等。 三,义淫,即心中起淫念,邪淫不一定身体做了谈算犯,若借美色起心思之,即算犯邪淫。 在所有邪淫当中,义淫是大多数人最义犯,也是最常犯的。 所有一切邪淫行为的产生皆起源于义淫。 若心不淫,一切邪淫行为安得而生,借义淫是借死邪淫之根本。 因此本文就如何借义淫与大家重点探讨一下。 全民照生,所所力照姓王。 要借义淫,不妨先对淫念生起的实相做一番分心。 这个问题可参考乐言经卷六,有一首截子。 绝海信成员,原成绝缘庙,原民照生所,所力照姓王。 明万有失空,依空立世界。 绝海信成员,是由行而善的本体,说到我们现在的人生。 一切众生绝海的本体,本来亲近原民,这是不二法门。 可是怎么找到绝海呢? 原成绝无妙,倒过来,先要把功夫做到圆满,亲近,然后悟到了这个本来的决性。 原是原民学妙的,如何达到原成的境界? 一切万念来不要管他,等于大人看小孩一样,不理他,但小孩跑累了,就休息。 可是做不到,你越看越万念,越万念越难,这是什么道理? 一位原民照生所的缘故。 我们这个原民的功能,有照的力量,照到一切万念,一念,但照久了之以后,他也变成万念,一念了。 这是阳极医生的道理,这个电力太强了,照得很厉害,功能又完了以后,什么都看不见了,有照有用,万念就如此产生了。 所以,原民照生所,看完哪个,就是照,照生所,就是照的本身,伸出万念,一念来,等于万念,一念起来了,所,一念力,就照性完了,大的万念,一念一起,形成以后,那个有能照的,就给盖住了,把过来盖住了本绝。 有的借有认为借一银的时候,一念一起,不必管他,等于大人看小孩一样,等小孩跑累了,就休息了,一念就熄灭了,道理上很对,可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呢? 事实上做起来很困难,至少我做不到,你越看完一念,一念越来,为什么?因为原民照生所,所立照新王,你看完了一念的本身啊,仓话头,与如何关心? 现在我们来深入研究禅宗话头的开悟,以及古代与近代禅师开悟诱功的公案,以其对我们建一银所启发与见见,禅宗最初传入中国直至禅宗六祖时期,人心存福,参禅单刀直入,直指人心,见性开悟,到谈宋时期,人的慧根见顿,禅宗采取仓话头的方式,开悟见到, 参话头也叫做看话头,何谓话头,话就是说话,头是说话之前,如何念阿弥陀佛是句话,未念之前就是话头,所谓话头,就是一念卫生之计,一念财生,以成话为,一念卫生之计叫做不生,不掉举,不昏沉,不落空叫做不灭,一念回观板照,不生不灭, 就叫做看话头,通俗讲,话头就是念头,一念卫生以前就是话头,比如你自己念阿弥陀佛,看这一念是从何树起来的,就是看话头了。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,古大禅宗大德,雪岩清禅师公案,雪岩清的名字,是句子月路上是养山清,雪岩,养山都是庙子的名字,师谱说云,生生五岁出嫁,在善人呆基下,听与宾客交谈,便知有遮事,便戏得吉,便玄作长, 一生云顿,知己万千辛苦,十六岁为僧,十八岁行脚,睿智要出来救命此事,在双铃铁诀远和煞会下,打十番,从朝至暮,只在僧堂中,不出护庭,奏入众聊至后驾,袖手担凶,徐来徐往,各部左右顾,目前琐事不过三尺, 斗下素恩素,要教人看骨子无佛性化,只与杂枝杂念起时,向鼻尖上轻轻举一个无字,残戒念习,又却一时放下处,只默默而坐,带他纯熟,久久自弃,我当时忽于念头起处,打一个反光,以反光处遮一念子,当下冰了, 只是诚诚诚诚诚诚,不动不摇,雪岩清当时诱功的办法是,念头一起,马上回转栏找念头,一反光,当下这一念头就空了,没有念头了,心境空清清楚楚,干干净净,一点杂念也不动,也不摇,坐一日只如弹一指寝,都不闻忠鼓之声,过了五瞻饭僧,都不知得, 长老闻我坐得好,下森堂而看,曾在板座中战阳啊 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《影城回忆录》中记载的,近大天台宗常须大师的座场体会,最初座的时候,万念直起,如同海里的波浪一样,前浪逐后浪,后浪逐前浪的不断,抑制也抑制不住,心里很着急,后来我不抑制他反光,做光照例来光他,光看万念究竟从何处起, 这样一光,万念就没有了,没有了再起,起了再光,时间长了,万念就不起了,心里也很甜尽自然了。 划解一念的秘密 我们常常讲关心,以关心对质一念,可是心怎么关,很多人并不起除,禅宗看画头的方法,与禅师酸残做功夫的境界,就是如何关心的回答,我们不妨间接到建议仪上来,大家一念一起时,你不要晚看一念, 你越看一念,一念动得越厉害,根本止不住,当一念一起时,迅速反观一念的起处,起来之处,一念之前头,看这一一念究竟从什么地方起来的,如此一光,一念当下兵士,我们费了大量篇幅探讨关心的问题,终于有了答案,所谓真传一句话,假传万句书,大家只需记住这一句话, 一句话,就算没有白看本文,这句话也是本文的精华所在,以关心对之一念,关的不是一念,而是关一念的起处,生起之处,一念的生起之处, 是我们干干净净的本心,关心,就是迅速返回到一念的生起之处,亲近本心,关一念就像抓贼一样,看看一念究竟从何处来的,又到何处去了,起一念的是谁,知道自己起一念的究竟又是谁,能关的是谁, 所关的又是谁,当自己迷失在一念中的时候,自己的绝念到哪里去了,这样关了关去全是绝兆的力量,一念就没有根了,就成了一念决心了,结语,古人云顺为敬,逆为贵, 是指顺流而下意,逆流而善难,因是顺迎念之流而下,离本遂忘,是贱, 戒迎是逆迎念之流而上,离忘为本,是贵,愿大家为贵不为贵,好了,请忘记订阅阿弥陀佛